巴黎奥运会云集了大批的各国媒体 记者们的用餐也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一个话题 今天我们的前方记者走访了巴黎奥运会 国际广播中心的记者用餐区 体验和品尝了那里的美食 人是点饭是更 食饭对于所有记者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来到IBC首先研究一下 我们记者的就餐区究竟有什么选择可以给到我们记者 这是来自斉择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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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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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山區確實有幾多選擇 這邊是類似酒吧 也有些飲料提供 我身後有咖啡店 這裡的咖啡當然是我們記者、從業人 因為用的精力太大,很多人都需要喝咖啡 這裡的咖啡大概是十多元,十多歐一杯 當然價錢也不便宜 但喝完之後,你可以把這個杯還回去 它會退回兩歐給你 實際上像巴黎奧運這個環保的主題 那我就拿回兩歐,算是旅行環保 外圍多數是一些輕食、飲食的地方 如果真的要吃點餐餐,就要來到主餐廳 可以吃點比較正式的餐餐,一會兒跟他看看 我們看到,都是一些很簡單的餐 我在IPC的第一餐已經選好了 有肉,看到有鷹嘴豆飯 也有菜,也有沙律 總價是17歐元左右 怎樣去對比呢 可以舉一個比較直觀的例子 就是昨天我去了法國當地 一個全球連鎖的知名漢堡包店 我看到這套餐有兩個包 薯條和汽水是6歐元 這裡是17歐元,但還是很豐盛 無論所有這裡的媒體 暫時吃得也是很開心的 這就證明回來對這個飲食 對這個記者的安排 也得到非常多記者的滿意